张雨琪新恋情曝光后首次现身 街机帅哥引发热议 姐姐果然是 严控提起张雨琪大家都不陌生了 张雨琪出道拍摄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周星驰的《长江七号》 这是这部电影打开了张雨琪的演绎道路 现在张雨琪出道多年 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去年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第一季 长相出众性格大方的张雨琪圈了一大波粉丝 大家都知道张雨琪前段时间公开了新恋情 对方是比自己小八岁的弟弟李炳熙 两人还一起参加了综艺节目 但是近日在没有宣布分手的情况下 张雨琪就又被拍到和另外一位小鲜肉当街搂抱的画面 据悉这次的弟弟比张雨琪小了十岁 两人在街头搂抱看上去非常的亲密 疑似是张雨琪有了新恋情 12月10日张雨琪被拍到恋情曝光之后 首次现身的画面 画面中张雨琪刚下飞机 就有一位帅气的司机小哥上前接机拎包 看到这一幕后 很多网友们都表示 姐姐果然是严控 连司机小哥哥都这么帅啊 你们觉得呢